通常人们在选择灯带的时候 只会考虑选择低压灯带还是高压灯带 但有没有想过灯槽的结构设计 以及灯带的安装细节 才是决定你家是否高级的最关键因素 那接下来我就围绕这个重要因素 分享11个灯槽结构设计 灯带选择和安装时最容易被忽略的重要细节 最近发现还是很多人灯带翻车了 比如这个洗墙反光灯槽效果不好 有明显的截止线 还有这种灯槽出光偏色等等问题 那怎样才能装出这种渐变的出光效果呢 之前也讲过一些灯光翻车的案例 但是没有单独讲灯带灯槽的 所以这期内容就专门给大家分享更详细的 关于灯槽如何设计 灯带如何选择和安装的视频 视频有点长 建议先点赞收藏 第一,线性灯与反灯槽的区别 线性灯是灯带装在铝槽内 可以直接看到发光源的 属于直接照明 灯光效果更亮 反光灯槽属于间接照明 特点是见光不见灯 灯光效果更加游和 高级感更强 第二,反灯槽和正灯槽的区别 正灯槽一般是装在边调处往天花打光的 比如回形顶灯槽或者是双眼皮灯槽 正灯槽一般需要做挡光板 作用是防止远处能够看到光源 灯带安装一般使用45度形材测装 测装的高度平起挡光板高度即可 或者是平放向上打光 灯带发光面的高度也需要与挡光板平起 否则天花就会出现这种截止光 另外,如果圆形的或弧形的正灯槽 直接选择侧装即可 反光灯槽一般是照墙或者是照边调的 属于外反灯槽 比如洗墙灯槽或者是悬浮灯槽 外反灯槽不需要做挡光板 建议最佳的安装节点是 灯带贴于里槽平放向上打光 出光的效果更加自然均匀 假设反光灯槽有挡光条的情况下 安装位置不正确均会导致墙面有截止光 第三,两种反光灯槽的区别 反光灯槽一般是指在装修时 木工现场做的灯槽 装好灯带后是见光不见灯的效果 也有现成的铝材做反光灯槽 可以实现见光不见灯的效果 比如这两款批灰款的铝灯槽 优点是不需要木工做灯槽 不藏灰 缺点是木工进场的时候就要安装 安装难度较高 比较容易翻车 第四,做反灯槽容易翻车和需要注意的细节 注意,外反灯槽是不需要做挡光板的 做了挡光板,安装灯带基本上都会翻车 大部分桥面都会出现截止光 还要注意灯槽的结构、尺寸、比例都很重要 做成这么宽就有点不美观了 翻车比较多的是 如果是反灯槽或者是悬浮顶做了边调 那我们建议尽量不要去做边调 否则会在墙上投射出明显的阴影暗区 而且装修好之后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消除的 除非你不开灯 第五,如果不想装好后弯弯曲曲的效果 一定要用灯带拉支槽 高压灯带用这种PVC的 低压灯带用铝槽加遮光罩 第六,灯槽内侧面一定要刷白 要不然反出来的灯光会随着侧板的颜色 变得五颜六色 极度影响美观 第七,三分安装七分调节 灯带不是扔进灯槽就不管了 只有反复的调试才能装出自然渐变的高级灯光效果 第八,无论洗墙还是洗顶灯槽都要对被罩墙面做找屏处理 避免出现这种波浪的效果 第九,无论什么灯带一定要选择无屏闪的 这种效果你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屏闪是右眼不可见的 但是人可以感受到 人长期在屏闪的环境下就会感觉到非常不舒适 甚至有疲惫乏力之感特别影响视力 还有只要是无屏闪的灯带 都需要接一个比较大的变压器 高级灯带一定要配这种无屏闪的电源接头 才可以实践无屏闪 低压灯带只要配一个好一点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同时需要考虑好隐藏和检修变压器的位置 第十,用LED灯带还是COB灯带 反光灯槽内看不见光源的灯带 建议用LED贴片灯带 同等功率的贴片灯带亮度更高 光色更干净纯正 小尺寸的线形灯内或者是可以看到灯源会反射灯珠的地方 就用COB灯带不会出现颗粒感 第十一,选高压灯带还是低压灯带 从价格的角度 低压灯带成本更高 高压灯带成本更低 选高压灯带共生钱 从使用的角度 如果是天花灯槽 长度比较长,超过20米的 而且只留了一个电位 就用高压灯带 尺寸比较短,建议使用低压灯带 或者是定制家居柜体 地台灯带 楼梯灯带 护墙板灯带等都建议使用低压灯带 搭配绿材安装 如果尺寸较长需要考虑压降的问题 采用双头供电或者是并联供电等方式安装 可以避免压降的问题 从耐用性考虑 理论上来说 低压灯带的光摔及使用寿命都会略胜于高压灯带 从光源品质来说 大部分低价的高压灯带 光色都不纯正 色偏非常大 而且显色基本都偏低 高品质的高压灯带 可选择的不多 相反低压灯带 普遍光色都会更加纯正 而且可选择的更多 那这期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比较低风险带 陆又被带 垢